這一張山水我主要就是畫秋天的丹風白水 這個水白的搭配紅色的紅樹 然後再襯一棵松黑的 這個藍色的一個潑彩的山 我在畫畫都比較注重這個顏色的調配 那因為以前學的是西畫 我的畫就比較多的色彩 那色彩在運用的時候 當然是最重要就是要有層次感 所以這些風樹它的層次感 讓你知道說哪些是近的重的 哪些是遠的淡的 這樣的一個調理 我畫山水畫 我非常喜歡畫樹 因為樹它是有生命的 而且樹啊就是讓我覺得非常有安全感 又可以有新鮮空氣 所以在畫山水我一定要畫樹 因此呢在畫樹這一方面 我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像我們的東化南北路啊 那個安全島不是很多樹嗎 我以前就也常在那邊寫生畫那些樹 那到任何一個景點去 我沒有先看山我都是先畫樹 先看樹 我就發現說這個樹啊 其實畫樹不難 它是怎麼生態的樹都有 難在你怎麼樣去搭配它 怎麼樣去穿插 怎麼樣去營造 這個樹的造型啊 還有輕重 俱善 濃淡 疏密 虛實 只要這一些你考慮好了 就可以把樹畫得好啦 另外後面呢 我也就搭配個水啦 雖然這個山配水是很老套啊 可是呢每一張畫你都要考慮這個水 要怎麼樣的流向才會好看 比如說這邊遠遠的上面是輕描淡寫的 那麼到這個地方 欸 它比較清楚啦 然後再下來又隱藏起來又不見啦 好 所以說我們在不敢畫水啦 或者畫山啊 畫樹啊 都常常會忽隱忽現 那就什麼地方要顯露出來 什麼地方要隱藏起來 那它的隱藏都是靠那個雲霧啊 一陣霧過來 欸 出面一座山 一棵樹就不見了 那到底 欸 什麼地方那個水不見了 欸 這邊又露出來一些 這一段露出來 然後又不見了 啊 然後這邊又從那個 那個 樹從裡面又鑽出一股出來 然後這個呢 又清除了一點 欸 這裡樹一遮又不見了 然後這邊又顯露出來了 就這樣隱隱現現 忽隱忽現 它就產生了那種 你感覺那個水是在流 也有一點神秘感 所以畫水呢 比較忌諱 除非說你這個水是 這一張畫的主角 否則呢 是很少說 從頭到尾 一條水清清楚楚 那樣的表現就太太露了啦 太一目了然了 一目了然 那其實畫水的秘訣也只有在這裡 水有源頭 那麼有去處 那中間呢 就隨你去辨 你要給它出來就出來 要給它不見就不見 一下又出來 一下又不見 這樣子呢 它才有一種 可看性啦 啊 啊 啊